鸟类的演化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的热点话题 过去的十年中 现代鸟类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 得到了深入的研究 遗憾的是 尽管DNA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科学家们仍然对早期鸟类的演化历程 还有演化时间 值值甚少 2024年2月12日 来自江苏师范大学中科院古脊椎所 美国哈佛大学 还有佐治亚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在线发表了 一项有关鸟类演化的重磅研究 基因组与化石证据结识 现代鸟类和被子植物 在晚白厄纪同时兴起 传统理论认为 现代鸟类的进化 与6600万年前的恐龙大灭绝密切相关 现代鸟类是在恐龙灭绝后 才快速演化而来的 本次的研究 则挑战了这一观点 该研究结果显示 发生在约6600万年前的生物大灭绝事件 并未对现代鸟类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不是这次大灭绝 那么鸟类演化的关键时期 会在什么时候呢 研究人员从124种鸟类基因组序列中 提取到了25640个 不同遗传未典的DNA序列数据 再结合 不同地质时期的化石记录 重建了现代鸟类的演化历史和轨迹 在涵盖了近95%的 现代鸟类多样性后 文章作者们提出了一支 全新的鸟类进化谱系 水鹿鸟类 它包含了水鸟及其静元种类 水鹿鸟类与之前研究发现的鹿鸟类 一起构成了新鸟小钢的两大谱系 更令人惊讶的是 对20个化石教准的分子侧年分析表明 现代鸟类的多样化 始于白鳄纪晚期 并在白鳄纪古金级边界上 经历了持续稳定的辐射 与鸟类多样性同时发生的 还有被子植物 也就是开花植物的兴起 以及包括有胎盘类和多瘤齿兽类在内的 其他主要新生代动物群的兴起 现代海洋鸟类的更替 比如说企鹅还有海鸥这些海鸟类演化 则是受到了一次全球变软事件的深远影响 这就是距今约5500万年前的古新式极热事件 这次事件才是海鸟快速多样化的主谋 与古新式始新式极热事件相比 白鳄纪末大灭绝对鸟类进化的影响有限 本次的研究结果还表明 现代鸟类的进化 遵循的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 而不是之前普遍认为的快速的进化模式 现代鸟类的演化更倾向于缓慢而连续的过程 通过自然选择逐渐变化 并于被子植物 哺乳动物 鱼类和昆虫的演化辐射 呈现出了同步化的趋势 这又为达尔文经典的物种演化渐变理论 再添了一个出彩范例